謝謝大家替你介紹 因為你點到一個重點了 就是也是我自己想講的 為什麼文章量會越來越少 然後其實這個標題也是臨時想到的 然後可能大家會以為我在講什麼金流 或講一些什麼成本效益什麼 其實今天沒有要講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來問我們這樣子 對 好 然後現在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叫張玉珍 然後我是台大圖資系 台大圖資所 碩山 然後上班年在芬蘭 所以剛剛就美國代表了嘛 那如果有想去歐洲玩或念書人 其實可以也來跟我討論交流一下 然後我參與過的比賽就是ATCC 然後之前有在研究所三年內有三個intern 然後就是都主要在科技產業 然後做像是企劃執行 然後行銷業務等等的一些工作 然後還有商業分析 產業分析 然後我是來Rebus的共同創辦人作者 已經公關 好 我要講快點 因為我通影片有點多 然後Rebus在幹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主要就是介紹 我們的理想是要變成一個產業知識庫 一個商業的產業資料知識庫 然後呢 希望可以把就是 世界上各地好玩的商業的點子 以及很棒的信創團隊 然後或是很棒的一些行銷的學術的理論等等 把運用到食物當中都寫成文章 以及可以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因為網路是傳播資訊最快的一個管道 然後我們主要有三個part 第一個part是心理學行銷與應用 然後第二個是創新商業個案 第三個呢 是我們會報導一些校園以及信創團隊 因為台灣現在創業熱炒實在是太火紅了 所以其實我們都到處在揭插一些 我們覺得很棒的點子的一些團隊啊 然後跟他們做採訪 好 然後 對 這跟商業一樣 好Re 就我們那時候在想名字的時候Re 就是代表research 然後 BU就代表business 然後Buzz就代表快訊 對 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到研究的東西 然後跟商業有關係的 對 可以用很快速的方式去傳遞到各個 使用者的耳朵裡 以及眼睛裡 好 對 這個本來做動畫 但是我剛剛轉PDF就忘了 就是我們剛剛報導一些東西嘛 對 就是我剛剛說 我們是非常震驚的一個團隊 就是報導這些行銷啊等等的 但是我們第一名的文章 他已經穩居我們第一名 大概快一年了 就是這一篇文章 替代意就是爽 對 就是我們一個co-founder 他這年在當替代意 然後他就是為了 就是share他在替代意的時候的 做了一些經歷 然後 因為真的太多人想升級替代意了 所以 大家從google打替代意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臨到我們的文章 然後進到我們網站 所以 就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內容行銷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 有時候你會 莫名其妙猜中讀者的心理 然後不小心就把他們帶進你的文章裡了 所以 帶進你的網站裡了 所以 其實運用一些內容來做行銷 然後利用收訊引擎的SEO等等 其實都還滿 都是我們在經營網誌 經營一些東西的時候的一些小PayPal 然後我們的組織呢 就是我們目前團隊有30個人左右 然後組織又分像編輯 然後公關 然後我們還有跟大陸一個一心理網站 就是它是專門 也是專門做行銷的 商業行銷的 然後我們洽談就交換文章 對 然後網站的 網站的開發跟維護 對不起我感冒 所以有點台灣國語 網站的開發 然後還有社群行銷 我們有 除了Facebook之外 因為大家都知道Facebook越來越難經營了 就他們就是想要我們的錢 所以我們有往Google Plus 跟微博去做發展 對 就是Google Plus 其實是一個 嗯 有潛力的地方 所以 如果大家有 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可以問我們另外一個ColFounder 他是專門經營我們的Google Plus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做著 好 那到底現在怎麼開始的呢 就是 其實是我跟另外一個ColFounder 他叫做謝六十 他就叫六十 對 然後我們是在 資測會實習的時候 intern的時候認識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資測會 intern的內容 其實就是在做商業分析 我們在研究商業個案 然後專門是電子商務 以及網路產業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喔好有趣喔 就是分析一些東西 試氣生有趣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我們就覺得 我們離開intern只有兩個月了 那我們要回到學校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們想要把這個東西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這個東西做大 他那時候跟我講部落格 我想說好啊 部落格就部落格吧 就是寫個個人部落格嘛 頂多三個共同作者 他說不是 我要做大 我那時候就有嚇到 什麼叫做大 他說就是要大到跟Take Orange一樣 就是台灣Take Orange一樣大 我就 真的嗎 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就 對 就是我們還擔心說就是為什麼 就是會不會沒有人要看啦 畢竟外面 太多人在做這種東西了 就遇上非常的火紅嘛 所以很多人在做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我們 其實當初的三十個想 三人的想法 其實到最後已經有二十多位共同作者 加入我們團隊 然後 我們還有幾個外部合作夥伴 然後 有各式各樣的點子啊 然後以及跟很多的創新團隊做連結 包括非常棒的焦點 對 然後我們還有未來還有更多的可能 等一下再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好 就是大家知道他是誰嗎 對 不知道怎麼可能 你是宅男吧 哈哈哈 好啦 他是日本一個虛擬 我現在叫初音未來 對 然後 當初我在資社會 我的研究題目就是他 我其實很痛苦 因為我 我是連灌籃高手都沒有看過人 我不看動漫的 然後 然後 可是我老闆就是叫我 叫我研究他 我就 好 我就答應了 然後 但是 我之後研究的成果是 呃 其實 但是不要只看他是一個東西 一個看起來很窄的東西 他唱歌還蠻好聽的 好 然後到底 然後我們在做商業模式 在做商業模式探討 其實就是探討這些東西 要是誰做出來的 然後 我記得是SEGA 是吧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他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他可以賺錢 他們怎麼賺錢 他們靠外部的一些商業的授權 他們靠賣那個軟體 他們靠跟很多的動漫家合作 他們可以賺錢 然後他們有哪些通路跟合作伴伴 他們到底要怎麼把錢拿進來 然後我們會畫出一個很完整的商業模式 然後 到底誰願意花錢 就是這一位 他們很會花錢 就是真的會願意為這個虛擬的東西的人花錢 為什麼 他們願意花多少錢 到底有多少人願意花錢 就是他的市場產值 他們為什麼會願意花錢 你要怎麼去賺他們的錢 這些人在哪裡 你的市場在哪裡 好 這就是我覺得 最有趣的就是 可以研究這些東西 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就是商業個案分析 就是其實存在於你的生活周遭 其實你都可以在想 這個東西要怎麼賺錢 像 之前有在玩那個 有一個 蔡依林代言的那個郊遊的App 之類的 就我朋友幫我下載 真的 女生在上面好驚人喔 就是大概兩個小時內就有三十個人 就是 想要什麼 按洗飯什麼的 就我刪掉了 就有點耗電 對 但是 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到底他怎麼賺錢的 他 到底後面有什麼樣的計畫 他像是看起來是沒有賺錢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的使用者 Pool夠大之後 他其實可以後面做一些應用的 像大陸有一個 那叫什麼 大陸有一個交友的App 默默 他現在已經不只在做交友了 他現在在做LBS的 商業的東西 他已經開始賺正經錢了 雖然也不知道是正經還不正經 但是他至少已經突破它 他只要使用者夠多 他其實就可以想更多的東西 那就是要看你怎麼想 好 剩兩分鐘 OK 好 那我要快一點 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自特會在做什麼嗎 他在寫產業報告 然後他產業報告寫得都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我們都覺得很可惜 就是如果他這麼貴的話 是不是很多人都沒辦法看到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要用個open access的概念 我們要把我們的東西放到網路上 讓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很有價值的商業的模式的分析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媒體也是創造 創新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像大家都在看Take a Grunge 在看E27 在看Fest Company 還有這個 下面是我到芬蘭才知道的 Arctic Startup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事實上上各地 都有類似這樣的媒體 他們都為了他們當地的 一些創新的能量做努力 做分析 然後到處的激盪 然後辦一些研討會等等 對 然後 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因為我記得今天四組的 講述都是在做網路的吧 對 然後就是大家應該知道說 網際網路的 金融卡非常低 傳播非常快速 但重點是 你很多文章 大家一看就忘了 沒有人會記得 他昨天看的什麼文章 這是跟以前的 紙本的資訊 其實有點差距的 然後競爭者又多 然後 大概就是大家做低頭足嘛 所以其實是 行動專制普及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很快速 接受資訊 隨時隨地 媒體社群化 社群媒體化 大家都可以是媒體 所以說 我要分享的是 其實沒有那麼難 這次也沒有那麼容易 像是 其實你只要點一點 Wordpress 建立一個帳號 你就可以開始寫網址了 一台電腦 一台雙 不是一台雙手 一雙手 一顆電腦 你就可以做出很 很棒的文章 但是難得是 我們那時候 不好意思 我們那時候其實都是學生 所以學生時間最多 但是到現在我兩個 我Founder都在上班了 然後我即將也要開始上班 那之後我們有沒有時間 在做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為什麼 文章越來越少 然後我們到底要怎麼 托人而出呢 那我們讀者是誰 那我們商業模式 我們要怎麼賺錢 所以我們現在都開始在想這些事情 所以最大的成本其實是時間 就是我們其實寫篇文章 我那時候幾乎都要花一個禮拜 以上的時間 才能產出一篇 真的有質量的東西 好 所以到底要做什麼 才可以面不一樣 像是我們要先定我們的優勢 我們要知道我們目標族群在哪裡 那是想像缺乏什麼 我們可以 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我們的一些方向 像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 先做商業模式分析跟行銷心理學 因為我們會 我們有 我們有資源去做這些 寫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的願景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把理論跟食物結合 然後做open access 然後熱情不能解決 但它絕對是必要 就是如果你沒有熱情的話 你真的很難撐下去 因為都是 沒有無償的一些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 在你的正直的時間之外 還願意做 那就是熱情 然後 遇到很多困難 當然 你會遇到一些很棒的事情 這樣 好 時間快沒了 好 那我會有意外說 或是跟焦點人合作 或是會有一些人 會跟我們說 我看的文章 我覺得好棒 我有些靈感 甚至有創業的朋友 這樣跟我講 就是我覺得你的文章 帶給我一些 inspiration 我都覺得很開心 然後對這個領域 我都懂了一些 因為我不是念商業出身的 對 那我們 主要都是 我們其實沒有辦公室 我們主要都是用Google handout 跟Facebook的社團做溝通 對 好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作者 其實還有幾個還沒有補上去 對 那就是 其實它是我們最大的資產 就是他們是做 那個 智力產出的 所以其實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部分 好 最大的收穫就是 練男士 第二個我們有人脈 第三個我們決定有執行力 因為都來真的了 我們不是在做一個競賽的比賽 我們是在做真的 我們今天是接觸到真的人 告訴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推不回去了 一隻腳已經在裡面了 然後 try and error 就是我們去試很多東西 然後 反正錯了再做就好了 死不了 ok 然後就是學生創業最幸福也是最危險的 所以 就是要怎麼樣揭持下去 當大家都畢業的時候 我們還要想說 我們要怎麼去熬過這個過渡期 ok 好那未來我們會跟大家更好 不斷地找機會 然後connect 然後再繼續調整方向 找到一個我們覺得有效有趣的商業模式 以及繼續寫下去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現在開放五分鐘的QA 本書很少 妳要根本在做這件事 謝謝大家